剛才我們提到,除了5G概念之外 其實今年,譚sir,有沒有什麼概念可以想想 如果倫敦板塊的話 我想板塊,又真的說到是今年,長線一點的話 都逃不開基建,基建故頭 因為始終你知道了 又是回到舊條重炭 即是能夠用什麼來撐經濟 內需 中美貿易戰,貿易行不住 內需,人們都要發貶值 雖然最近好一點 最能夠調控,可以操控,可以說谷就谷 始終都是放水做基建,做故頭 三隻腳裏面,這隻是最可靠 新4萬億,即是法國委財政部人行 那三大部位落的新刺激經濟操資 新4萬億,人們就拿回舊4萬億去比較 但比市場下想,好像對市場刺激力度不夠大 即是新4萬億,究竟有沒有得想 我會說,市場上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銀馬,你不是很大規模地摘上去 但情況就是,有一點真是老吊重彈 大家都會明白,都知道你的方向一定是這樣 因為GDP是想撐回六樓上 你一定會找一些板塊去受惠 所以我會說 這個你不要想到上證指數會怎樣怎樣 不是關於指數,不是關於大市市 而是就算下跌的話 都真是個別的板塊,個別的行業才可以受惠 當你去做投資的時候 你真的要選一些,無論是配合圖表也好 配合真正在業務上有沒有浮現一個你好出來 你要選得很仔細 你比較熟悉一些中國農工 那類重工類的股份 今年其實都沒有炒一排了 剩了很久 如果你說到早期 今個星期開始才叫做大成交 星期頭有一天 中國農工升9%大成交上 當中是因為內地有些報道說 發股位會批很多成軌項目 而涉及今天是1.2萬億人民幣 其實如果你說在股價上 農工不算低位的時候 現在是否應該立即撓底呢 其實我會說 如果剛才你相信這個故事 都真是耍耍一年 當然我都相信 一年那麼久 都幾長 當中是有波動的 沒有人說由剛才到尾升 三八十五天 但情況就是 當你看到 譬如好像鐵路 古中鐵建那些 過去這半年真是逆倒市 雖然都是有震盪上升 但是情況就是 在一個紅市裡頭 你又真心相信 這是一個經濟增長的股市的時候 你看到它整體 真是Deliver到一個好的回報出來 農工 我選到就是 當你去到看基建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些重型卡車 工程器械上面 有大買大先 首先就是 那基本因素不差 業績不差的情況之下 當然都要看 譬如有時候 我會這樣選股的 技術上面都要配合少少 就是當 好像你剛才所講的 那些政策消息出台的時候 其實市場最順哪一種呢 其實當日去選 都要看當日的成交 當日的收高 是不是大洋足 有沒有資金去配合 如果市場都購買那一種 而事實上 它基本因素沒有什麼 可以挑剔的話 那我會認為它可以 作為這個政策裡面 其中一種 農工是不是 我會選擇農工 事實上你看到 在過往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 即是8月到10月 一直下來了 估值這些東西 沒得好說 全版都很便宜 那參賽就是 橫行三個月之後 明顯突破 那我會說 大家可以儘管留意一下 事實也很容易看 因為橫行在過八左右的水平 已經三個月了 如果真的不升反跌 既然這麼明顯的 橫行底部過八的話 穿了便會走人 如果不穿的話 說不定可以捕捉到 好像那些鐵路股份 升足半年都未定 但如果你說 內地那些 即是滑掘機 重型那些 去年的情況是怎樣呢 全年來說 都增長到四成半 即是去到 二十萬三千架 今年的滑掘機 那些增長幅度 因為每次炒出這一堆 重器 農工都是炒出數字上的 卡車上的增長銷售 今年的股西油 又是否這樣唱呢 和去年的玩法 都是和剛才你所說的 如果在政策配合的情況之下 真的國家政策 加大投放在這個板塊上 市場現在共識若莫 可能全年增長 都屬於高的 可能十數個percent左右 高的雙位數 起碼就 我會認為這種幅度 其實都OK 最主要都是因為 前景你沒有什麼板塊 因為內需其實 好像剛才所說 內需其實現在都攔炒了 內需你講到飲飲食食 現在都在講毛利差 在講外賣 外賣生意再慘吃賣 所以我會說 唯一這類這樣的板塊 就堅實一點點 還有數據我相信 應該都可以受惠 在那個國家加大投放 那基建那些呢 即是390、1186 中鐵劍 我會繼續看好的 你知道有沒有3多隻 裡面最看好的哪隻 這個中鐵劍 1186 所以剛才我會提出來 就是 首先也是 技術因素很簡單 它都是震盪上揚 最英俊就是它 第二就是 其實它過往 在中標合約的規模上面 完全你都會看到 前景上面已經是OK的了 同時也是 如何看好這個板塊呢 首先 如果你說 剛才這樣說 農工究竟可不可以 真是半年 甚至玩足一年 未知之數 但是在過去半年 其實鐵路股 已經告訴你 原來在市況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恒指高低位是8000點 但是 它反而真的有正增長 繼續跑贏 原來真的 有這個故事底下 有機會跑贏 所以 農工那樣事情 未發生的 現在才是第一棍 所以你會繼續去觀察 究竟市場是炒 一日半日 還是 不是 炒完之後 沒有跌下來的 震盪 可能半多月之後 又來多一棍 其實就可能 已經證明到 事實上 真是長 中長線的故事 但是如果 1186來到這些位置 真是上網的空間 如果我未入場的話 上網空間未必多 又這樣說 當你過去這半年 即操作怎樣做呢 事實上 是的 升一浸 然後回升一浸 再回 如果現在這些水平 是的 都近會回的時候 但是你每一次 回到較早之前 這些橫行位 應該都會找到支持 所以我會說 反正我覺得市 現在來到27000左右 可能都會 回一回 開始要回一回 但是絕對不是災 不是災的話 這種震盪向上的辦法 更加 就應該很快找到支持 可能靠近 例如 10.8的位置 應該又可以再吸納 博後市 又破壞 1.186和黑馬股中國農工 大家可以留意 謝謝譚Sir 謝謝